現在試這個切腊肉機 這個切腊機的刀心可以換 什麼尺寸都可以 買一部機除了切腊肉 或者切其他豬肉 切其他東西都可以 切牛肉肉片都可以 我們這個機 現在就 開了腊肉 試試 試之前 當然要斬開一半 為什麼這條腊肉這麼長 因為這個位置入腰口有限 現在要切腊肉粒 腊肉粒應該要兩三次 要斬兩三次 這個腊口 塗到最長 就更長 放大一塊 很乖 整個腊口 放大一塊 在中間放大一塊 兩根刀 兩根刀 好 好了 有時候 總有些不太短 剩下腊口 如果鹽不夠碎 就再放多一次 現在出來是否有效果 看看一次 適合機才會 好 現在就是 這個6mm刀 基本上都不成粒 再放多一次就應該會變粒 如果要切腊肉粒 如果要切腊肉粒 就要再放多一次 這些腊肉粒 切成片 切成片 像叉燒 對 如果想帶什麼 放多一次 放多一次 放多一次便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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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便不太好 放多一次 放多一次 放多一塊 很规则 如果想再碎一點 再碎一次 因為要碎一半為止 所謂不規則就是這樣 有些剛才在片段的片段 還不敢用 如果想小一點 多放兩次 買個刀5就行 或者4 現在有6 買個4就行 對 如果要粒粒小 4至5 這樣就行 現在你看到這樣 不妨再放多一次 很簡單 很快 幾秒的時間 差一點 可以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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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著它 這樣的話 我們用口汁放進去 可以了 可以了 完美 可以了 碎很多 這樣就適合了 這隻就適合了 不用了 去看片就可以了 很清楚 它不會拿 這個 完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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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ans 完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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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登下了3次 完美 完美 完美